在苗栗有一對情侶到泰安鄉的山林道 來違法採摘國有林地般的火板凳 還有桑黃等等的草藥以及菌類 遭到了警方的逮捕 他們坦誠犯行 也向法官表示說 是因為他們有心臟相關的病症 才會上山採藥雷自食 法官更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 病科罰金五十萬元 不過其實根據他們偷來的草藥 價值只值三千塊錢 警方從鄉行車裡面 搜出大量喉板凳 桑黃 碎花蛇菇 等等草藥跟菌類足足有七公斤重 苗栗這對情侶跑到國有林班地 違法採摘被當場帶個鎮著 接貨 投保 有人在光武森林遊樂區步道 周邊採草藥 涉嫌違反森林法 他們坦誠犯行 表示是有心臟相關的病症 才會上山採藥自食 法官認為兩人竊取森林副產物 市證明確 個別判處六個月 病科罰金五十萬 不過他們違法採摘的草藥 其實價值才三千元 有一些是真菌類的 它大概就是必須生產在山區 然後比較潮濕這樣的地方 中藥裡面也有很多 跟這些草藥有相似功能的 不一定需要到山山去採集 苗栗這對情侶恐怕萬萬沒想到 採草藥回家自己吃 竟然得付出這麼大的代價 至於莊仙姐的苗栗報導